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拜登發威,八國聯軍攻打中國 圍困中國,而且還在台海搞事 可能令習近平國家主席無法連任 這麼大件事,當然要回報給國家聽 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現在是八國聯軍圍困中國 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紐西蘭 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八國聯軍圍困中國 現在有美國、歐盟、加拿大、英國、澳洲和紐西蘭 一起聯合發表聲明 譴責中國在新疆那邊破壞人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這不禁令人想起新丑年的差不多八國聯軍 但實際上華小姐有點謙虛 因為其實歐盟有27個國家這麼多 加起來真是 30多個國家圍困中國 整件事就不得不賺布林肯做事快捷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跟中國兩名外交高官 楊潔篪和王毅在阿拉斯加見面 18號到20號 20號開完會,他馬上去了歐洲 沒多久歐洲在22號發表聲明 譴責中國在新疆那邊破壞人權 觸犯人權的問題 之後在23號,即是跟著的人 澳洲外長和紐西蘭外長 都聯合發表一個譴責 說中國在新疆有侵犯人權的問題 而且這兩位外長也非常樂意見到西方國家 對中國官員制裁 中國那邊當然不甘是若 中國外交部在歐盟制裁中國之後 立刻說了出來 會說制裁10個歐盟人員 以及4個歐洲組織 這10個人裏面是5個歐洲議會議員 其他5個是國會議員 例如荷蘭、比利時、立陶宛等國會議員 接著還有兩個是學術上的顧問 一個是長期研究新疆人權問題的德國專家 就叫Andrian Chant 名是鄭國欣 另一個是瑞典的亞洲研究學者 叫做Björn Jardun 他叫做葉必揚 另外被制裁的4個機構 兩個是隸屬於歐盟的 就是歐洲的政治與安全委員會 另一個是人權委員會 之後有兩個是民間組織 包括德國的默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Malix 和丹麥的民主聯盟基金會 Alliance of Democracy Foundation 後面那兩個是民間智庫 雖然裡面有些時候有政黨成員在 中國外交部說 上述的10個歐洲官員或學者 和4個機構 嚴重損害中方的主權和利益 亦是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的訊息 在中國制裁了10個歐洲人員 和4個機構之後 歐洲很多國家相當不滿 德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都召見中國 中國駐當地的大使加以譴責 不過都是沒有甚麼回應 法國的簡直就是虛偽於是 歐洲議會除了各別國家傳召中國駐當地的大使 而來到大興問罪之師之外 歐洲議會亦有一件實際的事做了 找來制裁中國 就是殺停了中歐投資的協定 這就是中國很努力在去年爭取回來 打算突破特朗普的經濟封鎖 於是在歐洲那邊做了一個投資協定 這個投資協定的名字叫全面投資協定 就是Th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在中國要制裁歐洲的議員之後 很多議員就說必須要殺停這個投資協定的審議 令到這個投資協定沒有辦法實現 去年中國為了爭取歐洲的生意 在很多領域中和歐盟做了很多重大讓步 使得歐盟可以讓中國在投資等得到一些準許 這個投資協定只是口頭上的做法 目前由於中國和歐盟交惡 歐盟殺停了這個會議的審議 故此又是泡湯,即是冬過水 實際上中國對歐盟的大發脾氣 實際搬石頭撼自己腳 因為過去美國是制裁中國的 即是人權問題,特朗普做過 歐盟也制裁過中國 但中國對歐盟是相當益隱忍的 明知歐盟那邊是假裝說說,生意照做 不過現在中國對歐盟的制裁有相當大的反應 原因是因為歐盟的制裁是 布林肯國務卿,即是美國國務卿 親自在歐盟拉攏 然後歐盟加入 之後還有澳洲和紐西蘭聯合聲明 要制裁中國 這一種是拜登上台之後的新形勢 即是過去美國單方面講講 然後歐盟回應一下 或者其他英語國家亦都回應一下 但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自從阿拉斯加的中美會談 失敗破裂 而且雙方非常激烈的襲罵對方之後 美國就開始親身串連歐洲國家 以及其他英語國家一起制裁中國 而且歐盟還有實際的制裁行動 在經濟上停止與中國談投資協定 故此中國面對拜登總統 這種看起來好像是外交全聯 或者是聯合行動 相當之要小心 此外中國要小心當然是台灣問題 因為中國過去一直說要統一中國 以及要解放台灣 美國當然也知道這樣說 但是如果美方有實際的行動 中方也要回應 好像是回應歐盟制裁中國一樣 早前美國和日本答應了協防台灣 這是相當重要的協定 因為如果台海那邊被解放軍 使用了過去過了中線 然後台灣受到威脅 如果由美國那邊救援 除了第七艦隊之外 其他的主力艦或空軍 沒有那麼快 估計十幾個小時才飛到台灣 但是如果由日本那邊派戰艦 或者空軍過去 他應該四個小時便可以完全救人 即滿員齊軍 日本首相在前幾天的軍校畢業禮都說過 海上自衛隊會有新的角色 不過他當時比較含糊 沒有說清楚 估計是准許海上自衛隊 即日本的軍隊 在鄰近地區採取行動 特別救援台灣 在特朗普在任的時候 當時國務卿龐佩奧 已經宣佈了解除對台灣一切 兩個地方交流的限制 拜登上台之後 前幾天當布林肯 在阿拉斯加見兩名中國外交最高負責人 之前已經在參議院說台灣是國家 這是相當重大的挑釁 拜登政府最近,即是今日 他提名了一個海軍上將 做印太區的司令官 這個司令官在參議院接受 兩名參議員的質詢 參議院今天正在開關於安全委員會 其中一個就是John Cotton的參議員 問台灣是不是很危險 原先是想著他就這樣回答 誰知道這位太平洋艦隊的司令官 John Aquilino,即是阿灰里諾 他是海軍上將來的 他在今天出席軍事委員會的時候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時候 他居然說台海的危險 或者解放軍攻台的可能性 遠超乎各位的想像 他說最遲2035年 中國的解放軍就會衝過台灣 會佔領 當然佔領是他的說法 我們稱為光復,或者叫解放 拜登的陣營這麼高調四周圍 招兵買馬,或者拉攏盟國 在外交上圍困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軍事行動的先聲 先在外交上,在經濟制裁做好連線 之後軍事行動就會來 因為在印太那邊 除了印度,日本沒有 印度,美國,澳洲的軍艦 在太平洋地區,或者印度洋地區 巡行之後 英國的航空護艦 法國的戰艦 以及德國的護衛艦 亦先後趕到太平洋 趕到印度洋地區 所以那邊已經有少少聯合軍事的態勢 看到 現在拜登也派印太新任總司令 他說台海相當危險 故此原先在印度洋 或者南中國海的危險 現在移到台灣那邊 為何會是台灣呢? 不妨跟大家談一談 關懷祖國的情況 特別是習近平國家主席的情況 因為他在明年要連任 要尋求連任 已經做了十年 國家主席要連任 連任期間 當然他已經有相當有宏大的公職可以連任 但是如果台海那邊受到挑戰 又或者美國一個不小心稱呼台灣做 已經稱呼台灣做國家 如果再稱呼台灣做主權國家 即Sovereign State 中國便會被迫有所行動 不論有沒有行動都好 打不打仗都好 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我們知道 拜登 雖然拜登老爺 雖然大家覺得很猛 但是他相當聰明 他只有一招 將競爭對手 搞到他連任不到 他曾經把相當厲害的特朗普大總統 搞到連任不到 東亞這邊 我們中國要相當小心 遇到一個專門搞人聯任的 拜登上台 接著針對著中國便要很小心 所以我覺得相當愛國 亦不時將最新的國家的情況 特別是我們遭受到帝國主義入侵 和帝國主義挑釁的情況 跟大家說一下 增強大家的愛國心 一定要保衛祖國 一定要安定範圍